在昨天的节目中 董洁亲情讲述过去两年与潘月明最艰难的日子 听到潘月明这个消息还不知道他的伤势会怎么样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后悔 那种对于我的恐惧来讲 就属于你一推开那门 你都不敢想 就是说如果他不在了 你怎么面对这个家庭 一下那脑袋全部就空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 董洁将和大家分享他一路走来的点滴成功 工作的还有你得到的 自己挺满足的 2000年春晚 他与谢霆锋牵手今生共相伴 张艺谋英子让他成为幸福女孩 张艺谋他越来越严格了 你之前选的好像还挺 2003年 他在乎大导演陈青 成为王家卫在内地签约的唯一女演员 他就跟我说董洁你不要着急 其实你的路会很长 2010年 他和当红小生邓超联手上演生死绝恋 我能为你去死 他能为你去死吗 是什么让他屡受大导演青睐 导演某导演跟你一起拍那个幸福熟光的时候 你不是摔过他门吗 又是什么让他在众星云集的演艺圈脱颖而出 如果永远做一只很漂亮的画片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跟你夸我呢 最佳现场 董洁从清纯到成熟的蜕变 每次我们的记者箱子里面 都会有一个生命中闪光的东西 因为潘月明送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就根本就找了很久 他终于找着一个 还是找茬发现了 我觉得还是找茬 真不是真不是 这样我陪你一起好不好 我觉得董洁跟我一起来 你就就是第一时间看到那个东西 你找的还算辛苦的吧 生命中最闪光的东西 没有找了很久 发现没有什么闪光的 只能找一个凑数 来 我们现在就看了 三 二 一 好多 还有一个信 来来来 我代表拍给你 送给董洁 董洁坐 董洁你看 这个吗 这个 你看小女孩有泪光 马上一下子就 这整个就不一样了 你看 有一个 有一封信在这上面 然后还是用手写的 一张纸条 他没有用那个 发电里的贺卡 这是特别满的一张纸 你写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念给我 我 没事 没事 我也想一想 好感人吗 是啊 我一点都不想打断 你知道吗 我就想让这个时间 就静静了 我停住这小时子 我其实挺害怕 在节目里哭的 总觉得好像自己 故意煽情 但 你们相信吧 这是他 这么长时间 第二次送我画 我才会哭 没有没有 不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董洁真的 不管何时何地 都想要维护潘月明 是 潘月明特别好 好好好 来看看潘月明 那个给董洁 学了哪些话 董洁 你是我的兄弟 是你生完宝宝后的 第一部作品 忠心的祝愿 这部戏能收视长红 我知道你一直 在为这个家 和自己的事业 而努力付出着 你放心 无论多艰难 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还有提醒导演 要是拍续集 你是我的老婆 记得一定要找咱俩也 潘月明 谢谢 就是潘月明 他是属于那种 经常写小纸条的人吗 或者就是言语之间的这种 就是我们俩有的时候 都会写个小纸条 或者发短信 其实留下来挺多的 他的短信会留着不删吗 或者就 坏 对 那内存就满了 还是换手机 但现在出的手机很好 那个存 对对 你算了有多少套 没算过 好多手机 就躺在我们家抽屉里 就是短信满了 就换手机 也不会删一条 对的 你都是留着 太夸张了 我们应该找到 那个手机的 对 那个手机是最闪光的 对 现在还留着 我们俩 没有开始恋爱的时候 的第一条短信 好珍贵的 对 那就是感慨的时候 都会拿出来翻啊 什么的 还记得吗 他追求你的 就是你觉得他在追求你 向你 就开始示好 第一条短信的内容 应该不算是 是好吧 但是主动的 但是 还好 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在上海拍戏 因为我在上海拍戏 从来带好多好多东西 把我的什么熊呀 什么玩具都带着 翻家演 对对对 然后就害到最后 就没有办法 自己全部随飞机走 然后就要提前优回去 然后又发短信 问我干嘛 我说我在优居优东西呢 他说对啊 你要把你的那些 小什么 你的小什么小鸟都悠回去 好像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 对对对 像后孩子一样 感觉就是两个小孩在 就没有觉得 就是听完他讲这些之后 就是你什么都不想说了 也不啥 也都不想问了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就够了 不 我想问 问题长得有点多 不不不 因为确实 因为刚刚潘月明也提到了 就是这部戏嘛 就是你是我的兄弟 因为跟邓超合作嘛 对不对 你之前跟邓超熟吗 不熟 有听过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人挺好的吧 如果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如果他人说邓超的坏话 我记得我对他有印象的时候 是他拍那个《幸福像花儿》一样 然后采访他说孙力 他在现场就在那 模仿刘德华唱歌 我觉得这人真逗 然后当时我看他们俩的眼神 我就觉得 这两个人挺配的 没想到那部戏 真的他们俩也就好了 就好了 但这就真的在剧组合作 两个人 会不会发现邓超的剧组 有点点会刷宝 会的 绝对会刷宝 不是我不明白 不是 其实那种好像 就是雷斯林这样的动作 对吧 对 那个 那个还是 那个还是 十三步 贴特金 DJ是什么 你们好 还是那两个招是吧 他就是两招先闯天下 这整个感觉很自嗨 现场 你有看过吗 好像有的 而且他这段时 就是那个 我们这一系的这一年代 刚好就很流行 那个Disco 他好像还跳过 但是那天他跳的时候 没在现场 对 这系里他还用了一下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大哥 三 三 二哥 二哥 别动我那手 来 拿着 来 看看二哥给你带什么了 变子饼 你也有 哥 你又听过他当面评价 你这是什么样的 类型 或者是说 好像也没当面评价过 是吗 背后怎么说的 我来看一下 他很安静 应该是 表演工作者里面 比较朝九晚五的 就很难跟别人 土树以及自己 真正类型的 也是那种 现在少有的这种 女演员 女演员 别忘了 别很干净 就是话不多 又害羞 我觉得现在 看见那害羞的女孩 已经蛮少了 我觉得邓超 就有一点 坏小子的感觉 他越看到话少安静 他就越想上去 就逗你了 其实 不怪不怪 没有 没有在剧组当中 就实在是被他刺 弄的 他还是特别 特别鼓励 鼓励对手 然后也愿意 跟你去多交流 你像他 戏里面演的 马学芸 多可爱一个人 我就觉得我 演的那一只 花花蕾蕾 实在是 好多地方 我就想不通 我也觉得 特别拧抱 对 就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 为什么不去爱他 从现在开始 我要时刻准备着 保围一个 需要我保围的女人 你还是把我忘了吧 对不起 你别去 你别去 你看上他什么了 我能为你去死 他能为你去死吗 爱就是勇气 全是今宵 我都不在意 没人能代替 我只为你相信 因为这个戏是 你收完保了之后 就是第一部 第一部戏 会不会就是说 隔了那么久 进个剧组 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虽然之前拍过戏 其实一开始有点胆怯 然后但是你在片场 大概你第一天工作之后 你就会很快融进去了 这个还是一种职业 一种天性吧 邓超会带你认识所有人吗 会的 我记得好像进组第一天 他就招呼我 导演 然后怎么样 因为我其实进组的 头一天晚上 我到酒店之后 我就很想说 跟邓超先见一下 因为不认识 第二天开始拍戏了 就特别紧张 然后他那天在家住的 都没在酒店 都没见到 然后第二天在现场 他坐在那里 开始化妆 然后已经化完了 我们俩就在那个房间休息室 我们俩聊了一些 然后就开联系了 但你还带宝宝去探宝 对 去过一次 因为他们也从来 没见过宝宝嘛 然后就很想去 就是展览了一下 就秀了一下 主要是扬扬我的事情 邓超他看了小孩之后 觉得特兴奋嘛 对 他也很喜欢孩子 那孩子不会被吓到嘛 不会 喜欢他吗 喜欢他 风叔叔 喜欢 他会一开始见到生人有点怕 但是大家一跟他玩 一把都举起来 他就高兴了 高高 就现在两岁吗 大概 嗯 快两岁了 他有没有就是说过 妈妈特别漂亮 昨天晚上我试衣服的时候 我问他 我妈妈漂亮漂亮 漂亮 而且他看我的时候会害羞的 我觉得他肯定知道 妈妈还挺好看的 特别好玩 他说的一定是实话 对啊 我坦白讲 其实我今天到现在 我也就很害羞的 我特别的紧张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的紧张 没有人关心 对 我坦白给他过去 对 那我就小朋友 现在这个两岁的时候 他会发生什么样的 好玩的事情 其实就是现在他的这个 记忆力啊 还有这个学说话的这个能力 特别强 嗯 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唱歌 然后我们家宝贝又挺调皮的 嗯 然后对 经常就见他跑来跑去的 真的来真的去 而且经常会说一些话 就特别好笑 因为我在家里叫派文明 叫老公嘛 嗯 他也会喊派文明 不叫爸爸叫老公 过来 学你 学你的口气 对 老公过来 这样的 你会过什么 会的 很好笑的这样的 嗯 然后他拿一个碗 今天早上你出门 他拿一个瓷杯子 放在自己手里面 我说你给妈妈 他不给我 他就跑跑跑跑跑 一边跑一边说 别抢别抢 他就会说这样的话 那想派文明 常在我们拍戏 会不会有点生疏感 派文明会觉得有点失落 嗯 不会 他很喜欢爸爸 然后 好久时间就是 回来一次 或者看到他的时候 他那天会特别特别兴奋 稍后 董基回首 与导演王家卫的五年合作 他就跟我说 董基你不要着急 其实你的路会很长 十年前 他有幸成为张艺谋 相中的幸福女孩 为何十年后 他再无缘与张艺谋合作 张艺谋导演跟你一起拍 那个幸福熟光的时候 你不是摔过他门吗 他拍《三大树之恋》的时候 张艺谋导演就讲说 想要找这种纯净的女孩 但是不是没有合作吗 是不是又源于之前 董基刚刚在讲说 他拍电视剧的时候 不是还挺沉默寡言的 因为邓潮也讲了说 你是一个很难 用言语去跟人表达的 所以是不是 其实相反来讲的话 就是 比方说王家卫导演 看着你是因为 觉得你特能演内心戏 觉得你的路会很长 就是不用说台词 对 因为王家卫的电影 一般都这样 没有旁白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就是说 可能观察我久的人 或者说是 我也说不清楚 大家对我的感觉 可能都是觉得 我有好多的事情 或者有好多的想法 憋在心里不愿意去说 但其实从我 我感觉从我的这种性格 还有表演的方式来讲 也确实是属于 不是说一定是那种 爱表现的那种 你知道有一些 年轻的导演 因为你这样的 像我已经30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像 董洁这样的路子 是我这样的人很喜欢的 但有些年轻导演 就会觉得说 董洁好像成名很早 但是呢 你拍的作品不多 他就会觉得讲说 董洁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你会自己会有种担心吗 觉得说自己 不会像其他女演员 每天有曝光 还行 因为我比较在意生活的本质 而且我觉得 好多东西我割舍不掉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空间 还有我和家里人相处的 这种时间 我觉得那一天 可能要是天天在外面工作 对我来讲 这种压力太大了 我会失去我很多的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也不缺少什么 就是工作的 还有你得到的 自己挺满足的 生活大于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忙碌一点 是件好事啊 对那你心里有没有想 比方说再过十年二十年 你可能想做到哪个女演员那样 你有喜欢到偶像吗 我不敢想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优秀了 我喜欢的鼓励张曼玉 都是这样 好多女演员太优秀了 就觉得可能 就没办法去朝那目标去努力 当然你可以去好好做 但是什么份上 这也不好说 我只希望我十年二十年 我可以 就是家庭很稳定 然后我可以时不时的 然后去演一部 我自己喜欢的戏 就可能跟王嘉卫导演 就讲过嘛 就是你的想法 他可能以为你是真的很 很想做出某一个 到某一个阶段的女明星 但其实你可能认为 家庭更重要 其实我跟他聊一些情感上的事 特别特别少 但是我其实跟导演 也是在一起工作了有五年 然后就是每一年可能都会见 但是时间会特别短 然后他一直很关心我 然后包括会看我 不同时段的一些变化 告诉我以后该怎么去做 他就跟我说 董姐 你不要着急 其实你的路会很长 然后我也觉得 这也是一直激励我 可以好好工作的一个信念 我其实现在来讲 我也是非常努力地工作 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变化 真的能实现他的那句话 就是我可以走一段 很长的演艺史 我觉得现在你心中 还有没有那种得奖的气度 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吧 但是绝对是要演好作品 就是每个演员的想法 对 然后也一定要努力 只能说我觉得每一部电视剧 对你来讲都是一个一块砖 让你慢慢地往上走 往上前进 所以说 你就把这一部戏做好就可以了 你不会跟导演有意见说 我是一个有想法的演员 我跟他表达一下说 我们可不可以改动一些什么东西 有些问题会表达 我觉得像我以前的话 表达特别少 现在的话就会多一些时间 去跟导演去聊剧本 可是我很早的时候 张一某 对 我听说张一某导演 跟你一起拍那个《幸福曙光》的时候 你不是摔过他门吗 这是个传闻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我那时候说传闻女孩好有个性 不是 好敢摔啊 不是 是真的还是不是 没摔过是吧 没摔过就演绎了 说摔门了 不是 我当时很紧张 就是一个哭戏 就怎么也哭也哭不出来 然后一生气扭头就走了 但不是走出片场啊 只是从那个拍戏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了 因为当时不懂方式方法的 哭不出来 然后那场气还还蛮紧张的 小纠结了一下 这上哪儿跟你罢了 他去了深圳 他说他挣了钱一定回来接我 还带我去看眼睛 嗯 但会不会小小奇怪说张艺谋以后 为什么干嘛不早再拍戏 我觉得其实导演他是这样的 我之前也讲过就是导演 他以前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 其实像这几个很优秀的导演 他们每一部戏想用谁 或者觉得应该用什么型的演员 他们心里都特别清楚 嗯 那所以作为演员来讲 你有的时候 你跟导演去推荐自己 表达自己想上的意愿 那导演肯定会心灵 但是真正你适不适合这部戏 那他心里有谱 所以说我很少去跟导演去要求 再合作呀 或者再有什么样的机会 但是其实不管每一次访问 或怎么样 我都跟大家在说的就是 希望还有机会跟导演合作 嗯 因为张艺谋导演前段时间 那个山楂树之恋 对 我就想问这个比较相对来说 尖锐一点的问题 就是因为那时候 拍《山楂树之恋》的时候 张艺谋导演就讲说 想要找这种纯净 又长得好看的女孩 很难 但是呢 比方说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觉得 我只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刘亦菲 一个是你 但是不是没有合作吗 后来大家就讲说 是不是又源于之前 摔门的时间 对 所以大家就很爱联想 就很爱联想 太爱联想了 媒体都是这样子的 不可能 是 不会 对对对 那是不是说现在 张艺谋她越来越严格了 现在随随便便 只要你有点小动向 就被开除 那个新的那个戏 你之前选的 好像还挺容易的 就选的 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 我好像那个时候 就跟那个谢霆锋牵手的 那一次冲完 然后就被看见了 对不对 对 源于那一次 然后其实 我拍写的时候 《幸福之光》也是对这个 新闻是封锁的 然后 我反正 年纪也比较小 然后也是在部队里待过嘛 所以说这个 纪律性可能还是会自我要求的 所以她会强调说 我们现在订了你 但是呢 你不能跟任何人去提这件事情 她会有交代吗 呃 组里的 就相关人员会提醒 对 因为其实宣传有 他们有自己的大计划 嗯 但就是拍这个电影《幸福之光》之前 你又 呃 其实又跳舞 又演戏 又参加过表演 但张艺谋会不会强调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掉所有的这种表演痕迹 一定要像一个就生活中的人那样 白纸 因为张艺谋喜欢选这种白纸女孩 那 那个时候就没演过戏嘛 那确实一直讲白纸 舞蹈和表演还是不太一样的 稍后 以青春形象 背首观众喜欢的董杰 在早年间也是春晚的常客 除了2000年春晚和谢平芳的幸福牵手 你可知道董杰在春晚上 与赵丽荣攀长江也曾有过合作 演小品后面的那个人的心态就是 是说会不会站到后面有点小小无比的 如果永远做一支很漂亮的画片 是这很难的事情 在跟你们发我呢 2000年春晚 谢霆芳的一首《洁生共相伴》 让人们认识了站在她身边的新娘董杰 而正是这次春晚 让董杰有机会走进演艺圈 她的人生也从此发生了改变 无论春天有多默奕 我一心灿烂 我祝你的酒为双双眼 我好 情愿一生碎碎 只为梦能缘 莫说岁月长长 岁月长更长年 如果爱拥有一瞬间 宁愿放弃我孤单 其实在春晚上面 就董杰有很多 就是各式各样的表演 可能大家以前 没有总结整理过的时候 不知道那是董杰 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也很雷人的 好多次初啊 哎呀 真漂亮 哎哟 您别抖了这麻布 我说拿他代替手绢 哎哟 老人家快请坐 快请坐 您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对呀 种弹归谁管 我嫂子 电气孵化又归谁管 我哥 这不得了吧 你嫂子管他 你哥报复我吗 我特别想问 为什么可以连着三年上春晚 就是舞蹈团队是这样的 两年 然后不是 他就是 他每一年可能跟合作的歌舞团体都不一样 我们是接了1996年和2000年的 两届去议会 我想问一个 就是演小品后面的那个人的心态 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角色 站在赵立荣老师后面 就一直等他们一直说一直说 会不会站在后面有点小小无聊 不会我们是舞蹈演员 就一直的很挺直 对啊 保持笑容 对啊 那家人 比如说你让家人看 当然是看不到你的是吗 就是很艰难才能看到 要定真 就是告诉他们 比如说我们演这个小品了 就会告诉他们 他们就会留意 就会找 你还记得自己曾经演过 就是多少这种比较有名的戏 或者是小品的舞蹈演员吗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影视剧 就是《幸福之光》之前 没有演过戏 但是这样的给我们女孩子 感觉好像灰姑娘 就是在之前看到的 可能就只是一个舞蹈演员 但是现在看已经是 明戏的明主角 就会让我们女生感觉 好像看到了曙光 就激励了很多人 你觉得这一路走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好难答 你的问题永远会被我来回答 她的问题问出了 天下女人的气魄 然后她都不远胸 被她夹起来 我也棒 教教我们爸 冯居老师你可以 冯居老师你可以八十岁的时候 再回答这个问题 她是我们的实习记者 对 她特别想提出身后的问题 然后果然被她提出来了 没有挺好的 我觉得她 就是这种想法也挺可爱的 真的挺好的 因为每个女孩子都有梦想 然后 但是这种梦想的实现 可能不见得 比如说我许一个愿望 我当一个明星 我一定会实现明星的梦想 那也许你会嫁一个 特别好的老公 那特别爱你 我觉得这也是很成功的 对 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危机感 我觉得董杰 好像真的很 可能会随时为了家庭 干嘛干嘛的那种 对我也觉得 对啊 因为她一直强调说 家庭第一 对 家庭第一 真的 我必须要很负责的时候 别人作为媒体人 别人我 我就觉得董杰 挺好的 你真的不能着急 我觉得她现在就特好 其实我觉得董杰现在 她很多 比如说来自他现场做客 包括参加很多活动 就慢慢的 她也可能希望 就是别人看到她的不同侧面 但是我这里 我想很慎重地 劝董杰一句话 就是董杰以后 千万不要为了突破自己 去演一些丑的角色 或者太那个不好看的角色 我们有这样类似的单身 你不用突破自己的 就这样一直漂亮就很好 对 其实你知道真的 如果永远做一支很漂亮的花片 是件很难的事情 对 她跟你拿花往哪里 不不不 我是说真的 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女演员 为了突破 啥戏都接 对 会吓人 变别 别出来吓观众 真的我觉得她现在就真的美美的最好 对 因为我们 想她半丑 可以丑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用不用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种丑 你看像我喜欢的这两个演员 龚立和张曼玉 他们所演的 可能大家觉得尺度过分的一些 其实 其实只是人不同的一面 张曼玉我特别喜欢她那部法国电影《清洁》 我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 我觉得有一天我能演那样的角色 可能就算成功了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你现在都在把握身份的电影 慢慢进来 风路好长 对 而且对清洁很有概念在家里 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很讨厌了 对 很讨厌 当然今天 我觉得董洁 我最后一句话形容她 就是她让我 我回顾她很多之前做的作品 都是特别大剧作 特别大导演 但是问题是她真的是坐在这里 你还是觉得她像林家女孩 她有光环 但是很亲切 所以我特别希望 未来这种感觉能够 就是一直保持下去 而且 就是把握住心中最重要的 一直幸福下去 加油 加油 谢谢董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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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